同样以早茶文化扬名在外的广州 广市叉烧包绝对是食客们记忆深处的美食 一款合格的叉烧包必须内外兼修 好的叉烧包外形自然裂开 以三半为家 如果叉烧包做不好的话 要不就不爆 要不就不爆两半 或者会整个都爆了 其实做叉烧包的话 这个难度是有点大的 真的有点大 要酸碱中和 老师傅的话 一般都是用拍打的手法 还要闻伸减度 家里的话我们床都是用手壳面 可是洗几斤的面都是用手壳面的 要推开它把它这个糖拆油 你拆得薄的话 它的糖才会融的 温的话它拆不融的 拆油的话 它那个包的话才能更白 做叉烧包 做叉烧包 要有强力 要有强力 不能用强力 其馅可甜可咸 以甜为主 酱汁风盈 肉香浓郁 花糯可口 喝掉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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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4 6 7 4 谢谢观看